哈喽哈喽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五六月爱用品 那我们就先从大件一点的说起 就是一个头发的产品 就是这个直霸书 牌子在这里 我怕我读错哈 那就给大家看一下我天生自染头发的一个状态 这个蓬松度还可以哈 我昨天晚上有洗头 给它吹了个七八分干以后就没再管它 今天上午是只用了鲨鱼夹 还有在化妆的时候带了一下发布 我刚刚拍视频之前再就是认真的梳了一下 对这还是我认真梳过头发之后的状态 就我这种是标准的沙发再加上自然卷 然后这个自然卷吧 卷的还是比较随心所欲的那个状态 这种头发呢一般是发质还比较硬 就你梳一梳啊 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然后现在看着 我是觉得倒不至于说不能出门 但确实是稍微的给它打理一下 会让人整个看起来更精神 然后别人也更舒服一点 看完了我刚刚的原生发 是不是现在看着顺眼多了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使用 虽然我还是蛮喜欢它的 但是呢还是总结了三点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它不是一个梳子 它叫直发梳没错 但是你不能真的就是当做一个 普通的加热热的电梳子来用 你是要搭配一些手法 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造型产品 你搭配了它的使用方法 才能出来一个比较合适自己的造型 再来呢就是不论你头发多少 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分层 不要偷懒哈 就是你偷懒了它不会有那个效果 最后再说一下这个适合的人群吧 我觉得一来呢就是像我一样 完全的手残党新人 我基本上就是头发嘛 就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弄 另外呢就是比较喜欢这种 稍微自然挂一点造型的姐妹们 它和纸板夹出来的效果还是不太一样 就是更偏自然挂一些 我这个头发是真的很难搞 再加上双手也不是很聪明 不会用别的产品 所以直发书在我这儿就是操作简单 升温快 而且效果是自然的 我现在一般用它就是10到15分钟 不会给它更多的时间了 如果你们想要更好的效果 当然就是加点时间 加点耐性 然后反复操作几次 姐妹们切记哈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那种手脚超笨的 一定记得戴好手套 就它是有送的 别烫着自己 说完了头发 我们再聊聊美貌的部分 这一件产品是我唯一能用的眉刀 Panasonic家的电动眉刀 它这个头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往前推这里 听得到吗 它已经在动了 刚刚就说了我是手残党这事吧 所以眉刀 我不是不会修眉 只是我用不了其他普通的那种眉刀 太锋利了 但这把眉刀真的是救了我 它跟了我很多年了 应该某一年的年度爱用也是有它的 这一次呢是因为换了新刀头 就感觉约等于换了一把新的 所以就再拿出来给你们推荐一波 那我们就接着聊工具类好了 说说这个耳末桃的美妆袋 是我喜欢的那种足够软 但是又有弹性 里边现在有个芯的美妆袋 上脸的妆效刚刚好 不会过多的吸走底妆 也可以拍得很匀很贴 价格还美丽 出门带着它不心疼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聊聊彩妆 有两支口红 一个眼影盘 还有一个遮瑕盘 两支倩利家的金管口红 我今天嘴上涂的是401 这支101啊颜色就比较浅 比较适合浅纯的妹子 当然也包括我哈 里面带一点橘调 所以可能素颜弱一点 就还是建议搭配妆容使用哈 401的话就是素颜带妆都好看 厚涂涂满 还有一种红棕调跑出来 喜欢 眼影盘呢是这个Naked 3 配色是这种粉蓝色系 又带一点灰灰的感觉 经典就是经典 不管什么时候开始用都会喜欢的 烟熏玫瑰色还不脏 我喜欢紫色和灰色搭配 也喜欢紫色加蓝色的组合 总之就是最近出门啥的也都带着它 就是美呀 真是不好意思 毛哥平老师这个遮瑕膏 不知道让我放哪儿了 就找不着 所以就没法跟大家展示了 它的遮瑕效果很优秀 扒得很牢 不用担心脱妆的问题 但是它本身是特别特别的干 就是有种平时不用 玩如磐石的那种感觉 用之前一定要用手指 在它上面多画几圈 软化一下再上脸 就没有问题了 那最后的两件护肤品呢 可能很多姐妹们正在用 并且已经很喜欢了 但是还是得给没用过的姐妹们 安利一波 这一瓶大家应该是见过的吧 就是在年初日本购物开箱里的 日本小伙伴帮我带回来的 SK2神仙水 万年老梗了哈 但就是好用 混油皮雷稳的一把好手 我不是一直用神仙水的 用完一瓶呢 我会停一停 歇一歇再入下一瓶 所以每一次用它 都是肉眼可见的好用 雅诗兰黛的金色面霜 我这俩是小样哈 这瓶面霜我是特别喜欢 它上脸不黏你 有一种痰痰嫩嫩的感觉 我准备之后把雅诗兰黛啊 蓝后家以前宋妈妈的那些系列 都买回来 自己再用一用 毕竟也是到了年纪嘛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差不多这些了 前阵子呢 我就一直在上传云南的Vlog 传了好多 但是就一提到云南 就我现在一想到 我还是觉得那个地方好美 我好想再去 感兴趣的姐妹们 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不过最近这个疫情 好像又反复 如果有想法的姐妹们 还是要做好防护 然后也要看好一些政策之类的 那美妆类的视频呢 我也在敢努力的 享受追求自己的进度 所以我们就相约 下条再见咯 拜拜